哈囉大家好我是子豐 歡迎收看我的頻道 本集要為大家帶來的是 2023經典賽特別篇 AB組八強賽況預測 之前我有針對各組的陣容名單進行分析和賽況預測 而CZ組目前仍然在進行中 而因此在影片開始前 如果你還有沒有看過我先前的賽況預測影片 趕快點擊右上角觀看 正在觀看的你 也要記得幫我訂閱分享加開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我接下來經典賽回顧和預測喔 首先我們先看一下這次比賽的賽況結果 先來看A組 這次A組可以說是戰況激烈 完全是各隊拼贈到最後一天 最後一場才確定晉級名單 而有趣的是 剛打完兩天時 古巴陷入兩敗的淘汰邊緣 而荷蘭則是已經手握兩勝 準備要買東京機票 起料最後三天卻是風雲變色 最後真正如我當初預測的一樣 由古巴和印大利晉級八強賽 但是其實真的要講起來 可以說是A組誰都沒有輸 都是並列第一名 只是在Typebreaker的制度下 硬是分出高下罷了 但沒有辦法 賽制規定就是規定 一切皆需按照規則走 無論是最後難野失落離場的三隊 甚至在J組火力最強 但投手最弱的中華隊 下一屆輪為打資格賽的局面 都也只能接受這樣的規則了 而B組就不同於A組的局勢 早早在前四天就打完的日本 輕鬆拿下四場勝利 以分組第一的姿態 敖視群雄 畢竟從開賽前 我就一再強調 日本在亞洲區根本沒有對手 這次絕對是四強以上 但是在第二名的位置 恐怕就是出了許多人意料之外 從第一天第一場 澳洲顯身南韓之後 就也注定這樣的局面將會產生 雖然最後一天 澳洲還一度和捷克在前七局打得難分難捨 最後才艱辛的拿下勝利 但依舊如我當初所言的 澳洲就是最有可能扮演B組陳耀金 打下南韓進行八強賽 看到這次的四隊各隊重點球員的部分 首先在澳洲的重點投球方面 我個人預測會由凱爾格爾格斯基 掛出來這次的八強先發 最高層級到過3A的他 去年在高A角出極有宅自利的表現 65局的投球中 只送出20次保送 和75次山陣下1A 進行只有2.77 這個修賽既被紅人 從讓渡名單中撿走 擺入3A層級的他 也證明他是有一定的壓制實力 小鼠賽從第二場出戰 中國表現以很亮眼的他 是這次八強最有機會上陣的先發投手 畢竟澳洲第一場小鼠賽的先發 已經在昨天最後一場再次用掉 在這次八強賽無法再上場 更讓他掛帥的先發機率大大的提升 而八強開始 用球數提升到80球 如果先發投手能吃更多的局數 絕對也會左右佔局的一掛關鍵 牛棚戰力方面 澳洲這兩位奧直投手 Saint Holland 和 Josh Geier 其實都是小組賽中 扮演重要的後段局數角色 能不能延續小組賽的好表現 也會是這次八強賽制 關注的另外一個焦點 打者方面 這三位小組賽都有開轟的打者 也同時是這次澳洲目前最火熱的三位球員 能不能延續在小組賽紮實的擊球品質 也將決定澳洲能不能突破 古巴幾位強投的封鎖 其中 Alex Hall 在面對日本強投的時候 能仍有不錯的打擊內容 單場三次的Hot Hit 和一發拳內打 絕對尤其是最為重要的一位打者 那昨天對傑克 依然保持好手感的他 能不能休息一天之後 維持好手感 那我覺得也會是澳洲能不能以下課上的 一個大重點之一 再來看到澳洲八強的對手古巴 原則上我認為古巴應該會用 小組賽第一場的先發 Jariel Rodriguez 單剛這次的八強先發 這次小組賽才從牛棚轉任先發的Wire 過去三年到日子之後 幾乎是以牛棚的角色出發 雖然說以前在古巴連賽都是先發 但許久未先發的他 在投球速上限提升後 能不能維持短局速的壓制力 恐怕才會是值得關注的焦點 然而這次小組賽他第一場面對荷蘭的時候 能攬出極有壓制力的好表現 單場似乎是製造回空 是目前亞洲小組賽中最優異的成績 因此體力才會是他這次八強賽最大的考驗 牛棚部分 另外兩位日子投手也都會是古巴這次後段局出難以突破的點 但本來被預期應該要更難對付的中日龍守護神Rido Martinez 在這次的小組賽狀況似乎是沒有那麼到位 除了製造回空能力不如過往的日子的強悍 被打的幾次場打也其實都是扎實的擊球 八強賽能不能調整到位 我想也會是值得關注的另外一個焦點 打線方面 兩位大聯盟白襪連線在後面兩場比賽的蘇醒 絕對會是這次古巴能逆勢而上打進八強的最大關鍵點 尤其Yomukata 目前打擊的狀況非常的理想 也將會是古巴政治中難纏的打者 而小組在後半段逐漸輸前的Deirdre 同樣也是八強賽值得注意的另外一個野手 再來看到A組第二的義大利 因為義大利是到最後一場非營不可下 才把投手燒光了許多 因此我個人認為將會有第二戰先發的Rion Kastonani 掛帥八強 身為大聯盟投手的他這兩年都在3A為主 去年更是幾乎以牛棚的角色登場 但非常不理想的控球能力 也將會是他八強賽能不能多吃一些局數的關鍵點 另外兩個大聯盟投手這次在小組賽數次出來 也都有角出有壓制力的表現 這次八強賽一樣可以登榜的情況下 我覺得他們就是這次的另外一個決勝關鍵點了 打線方面大聯盟二友組合在這次的小組賽表現理想 但也可以說是因為A組整體的投手強度明顯不如大聯盟 在stuff上不足以壓制這兩位 在大聯盟的擊球品質其實都是倒數不理想的搭者 而相對於其他幾位大聯盟搭者 他們這次的調整狀況真的是比較理想一點 另外本來就有實力成長為大聯盟AV隊球員的Dominion Fletcher 雖然因為目前在相偉時河南搶到先發的位置 但從這次的表現就可以看出來他有很不錯的本來版紀律 打擊品質和手臂穩定性 也是目前整個義大利陣容中較為理想的打者之一 這三位野手能不能持續發揮好身手 甚至連帶讓其他打者能不能趕快調整到位 更甚至能不能發揮出義大利這次的速度優勢 我想都會是這次義大利八強對戰日本能不能緊咬對手的關鍵 最後看到亞洲王者日本 亞洲先發投手的部分就是第一戰的先發大谷翔平 基本上我想也是不需要多提喔 他大聯盟的表現已經曾經顯赫 加上一代一整體野手陣容也不如大聯盟的平均 其實對他來講要壓制這群投手應該是輕而易舉的事情 在八強投球局數提升到80球的情況下 大谷能不能多吃一些局數也會是這次八強賽的重點關鍵之一 至於牛棚的戰力其實日本真的硬要跳出來還有點難度 所以我只點了這兩個 是小組賽出賽兩場的投手 那其中高橋紅斗在小組賽能讓對手高揮空的表現 到底是不是因為捷克實力跟他們比較有差距 還是說他能把這樣的成績延續到對戰義大利的時候 我想都會左右日本布局八強和後面四強乃至冠軍賽的投手戰敵 也是這次日本人輕取難痕的重點打者 尤其是那場比賽三安打都是HARD HIT 更證明他的content能力其實是非常不錯 至於這次加入日本後快速圈粉的LAST NEW BAR 除了打擊表現優異高昌累率和累堅破壞能力強大以外 外野手背給投手安定 數字美跡更是升值許多人的記憶中了 此外日本打現好幾個狀況不錯的打者 但是村上中榮能不能及時調整號恐怕也會左右日本能不能更輕鬆闖關 最後我簡單整理之前小組賽前分析各組的戰地屏蔽 並且我稍微針對了這次小組賽的表現做了一點點的調整 也供大家做個參考 而最後看到這次八強AB組的賽程表 我個人是看好說古巴和日本這兩個分組第一的球隊能順利闖進四強賽 前往美國迎戰對手 那你有沒有什麼不一樣的想法呢? 或是你認為這次八強會是哪幾對突破重圍呢? 歡迎在底下一起留言討論唷 而除了各組賽況預測 未來也將會有開季的季前預測唷 因此要記得訂閱加分享才不會錯過了 我是指風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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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劍獲